有土石油彩的观念都知道 所以长群建设集团 之前也特席邀请了国际房产专家 柯佩生到场亲手教导民众 如何投资房产自负的梦想 有一位著名的投资大师曾经说过 一辈子能够累积多少财富 不代表能够取决您能赚多少钱 关键是您要如何投资理财 因此想要掌握万千变化的房产卖动讯息 并成功运用房产累积千万财富 就要比别人提早洞悉市场走向 所以长群建设集团特别邀请到 国际房产专家柯生佩 以国际观点来分析台湾目前房价 让您置产置房永远领先别人一大步 我想我们今天这场活动 最主要请到我们一个柯生佩的房产专家 最主要他是针对我们的国际房产 以及投资的部分来说 那他绝对是我们这一个第一把交易 那其实因为现在在这一个大环境 这不是很顺遂的时代里面 政府又不断的好像一直喊着 所谓的打房的政策 那我相信不管是针对所谓的 真正的自助客 或者是所谓的资产客 那甚至所谓长期需要一个 投资的客户来说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不知所措 那我们所以才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的一个专家 替我们演讲的机会 然后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怎么样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面 去选择一个正确的产品 以及正确的知识 那才能从中去获利 那得到一个更好 更棒的一个住宅环境 人潮决定前潮 长群建设集团选在 辅大丹凤站前特区 拥有机场捷运A6站 丹凤双捷运站等交通优势 房价愿景势必水涨船高 因为现在这个政府打房 这个整个资金其实有外流的现象 那很多到国际地产 那去年其实包括马来西亚 英国他已经破百亿了 那不过这个因为 其实归于返乡 很多这个台商 事实上在台湾 其实就是对这个资产 还是有相当大的需求 包括内地的需求 那我想因为 从国际地产来看 这个轨道经济 特别是像这个案子 它是在A6 还有包括这个担凤站 还有轨道经济的价值 我想所有的地产的价值 是三个重点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那都是以轨道 是它最关键的价值 那我想这个是这个建案 很关键的这个核心 想要买房子吗 还有哪些事项要注意 科讲师教您实战守则 其实地产一直是我 华人资产的核心 那在投资上面 我想就是它的地点 是很大的关键 还有它这个建商的 对这个产品的用心 是它的关键 像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基地比较大 一千多坪 然后它也做出一个 比较在区域里面有稀有性 它有个不可取代 无法挑战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也是这个建案的价值 我想投资一定是地点 还有这个本身的建案 是我们最关键的 这个必须要考虑的 地点和建案是制产的关键 因此长群建设集团 选在双结交汇的地方 交通更加便利 在外观部分 以英伦美学的贵族文化 为建筑蓝图 配置温泉SPA等多项高档公社 结合一处一景特色 希望以顶级尊容服务 等您来入主 目前我们这个本身 长群惊喜育品的这建案 正好是位于 机场捷运线的A6贵合站 以及新装捷运的单凤站 这两站的话 步行至捷运A6站的部分 只需要三分钟 那到单凤站的部分呢 步行不用五分钟 那正好在这双结交汇的地方 那另外呢 本身我这个个案来讲的话 是在这个区域来说 很单纯的一个大瓶术的产品 所以我们当务在 规划这产品的时候呢 非常的清楚 就是设定所谓的换屋组的客群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没有所谓的这种 一房或两房中小瓶术的产品 那另外呢 我整区一楼零电面 那公社笔的部分呢 总共才26.5到28.5的范围 也就是说现在在这市场上来讲的话 它几乎是绝版的一种产品 另外呢 本身我们这个个案 还有所谓的碳酸氢纳泉 也就是俗称乌来的美人汤 那这个部分来说 在这区域来讲 它是绝对的 仅有的部分 这一场投资理财讲座活动 吸引了不少买屋者到场聆听 长群建设在开场之前 还特别请来魔术师 进行节目表演 许多大小朋友拿到彩色气球 都好开心 主办单位在案场中 营造温暖快乐的氛围 就是希望强调 在人性建筑环境中 民众才能快乐的生活 以上新闻记者 新北市采访报导